你先用家乡化、四川化和优酷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在里面吧 优酷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菊锦仪 我是菊锦仪祝大家新年快乐 毫无感染力 刚刚从春晚的舞台下看已经换了比较舒服的衣服了 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就是赶紧去搓一顿吧 对 感觉是花了很多的元气 对 其实还挺好元气的 因为就是会整个状态啊 就全部都要留在舞台上吧 就下来就会觉得送了一口气 小自言语言类节目不是你最擅长的就是唱跳 你当时知道这个小姐自教这个工作的心路历程是 就很开心啊 因为其实之前也有尝试过小品嘛 所以然后自己也挺感兴趣的 就所以也很开心这一次也能参与一个语言类的节目 嗯 你会紧张的就是 不紧张啊 嗯 可能因为有经验了 就不怎么紧张了 嗯 会觉得就是觉得对这个节目能不能杀出重围 然后大家广为场 杀不杀出重围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是很久以来吧 春晚都没有出应该没有出现过的一个比较难派的一个小品 嗯 我们知道这次其实是合作谢娜呀 肖战 然后大家都已经开始说 这个是什么神言的巅峰组合 你听到这个语言之下你觉得怎么样 嗯 挺正肯的 哈哈哈哈 嗯 那如果是要给你们这个组合起一个名字的话 你觉得你生命比较 穿鱼一家亲吧 因为我跟纳杰四川的肖战是重庆的嘛 就穿鱼 本来就是一家一家人 嗯 多我们有时候聊天都会用四川话讲话 嗯 终于没有了语言的讲话 对 然后还能听到 因为杨迪哥也在嘛 也能听到很多那种 小时候才会听到一些特别土的话 你知道吗 就特别好笑大家 屁屋 我有点忘了 就是那种你们也听不懂 我都快听不懂的那些那种 嗯 他没办法用普通话解释出来的那些话 嗯 乱起了你儿时的回忆 对 对对对对 因为在外地这么久很久没有听到 那因为非常土的那种就是土话呢 他不是说非常土 他就是 那个表达方式就很搞笑 嗯 那如果给咱们的节目上热搜的机会啊 你觉得脑洞开一下你想要关键别人吗 脑洞开一下 嗯 就 终于有一个川外小品了 很类似那样的 可以 因为节目里面有条件很多变嘛 就是大家 感觉还挺默契的 虽然就中间有修修改改很多 但是大家每天都是不停的在对 因为可能是 可能上场之前突然改个什么 然后大家都会一起磨词啊什么的 就会 只要你开了个头 我们大家都会帮你搭下去那种 大姐其实因为去年合作过了 就是本来也有一些 就已经有一些许默契了 对 那姐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因为他每次上场之前就是会很紧张 然后会就是你感觉好像他这个词忘了什么什么的 那些上场都很都很压得住场 就上场就什么都都好了 就是表演型选手的那种 对 肖战也是属于那种 肖战是一个特别谦虚也特别 特别也很虚心的去接受大家提的一些东西 就是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之前呢你是在电视机前吗 现在你是一个在舞台上的这样一个表演者了 就不知道现在推测一下你家人是一个怎么样围观你的状态 就打开电视机对看一看 毕竟也看不到真人只能在电视上看一看 对 你妈妈知道你要上春朗的时候 他们是什么样的版 你为什么对他们内战和春朗意义更不同 就是还是会替你开心 但是可能也会演示一下自己的开心 就是也不会觉得好像特别开心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的 就是还要演示自己的开心 就是还是会替你开心了 但是又不想表现得过于 就也没有那么夸张的那种 他会不会就是在家里群里面说 小菊我们今天要上春晚 他他妈肯定会就是口口相传知道我要上春晚 然后大家都会在电视机前看 那他们是不是特别隐移的一种呢 我觉得 应该是吧 应该是 毕竟还是春晚嘛 那你除了自己的这个节奏 就是发了很多经历 然后你对其他的这个节奏 那每个女朋友很期待 自己的话还是比较喜欢小菱 还是比较喜欢小菱 就是自己喜欢看小菱 跟那种 你知道以前小时候就等杨丽萍老师 那种舞蹈节目 就很厉害的舞蹈节目 跟那种 对 跟那种小菱是我比较喜欢的 小菱的话 就是那种狗 就是那种特别笑点很高 还是很低 对 我只是随时都可以笑的那种 嗯 那就比较容易感到快乐 对 年轻充满了时间 对 那你新年的话 回家过年你觉得 嗯 在你看来 你们非常期待的一种年纪 是什么 走亲访友 嗯 你喜欢穿筋子啊 嗯 但是也是像春晚一样那种存在 就是过年对我来说就是春晚跟走亲戚 就好像就是这两个是就是代表着春节 嗯 那你就是穿筋子的时候啊 比如说过年了 你觉得啊春节出门了 穿搭最怎么样 还是满鞋最怎么样 可别穿搭了 就是好好掩护下自己就行了 掩护下自己就行了 掩护下自己就行了 我还是很 嗯 对 甚至就是那 就是多遮盖一点 对吧 嗯 你还以为是想说 去见亲友的亲戚人 亲戚朋友 嗯 对 也不需要 也不需要打扮得多么的精致 就是对 你知道长辈眼里的小孩都那样 对 就说到这个不听品 学游学品 学游学品 学艺品 然后你觉得阿富汉的 你发红 收红包 你现在是这种 还收红包 我不熟 我好早我就不熟红包 我好早就发别人红包了 好早就发到 大概几年了已经 赚钱之后吧 那还真的 很久了 对 就觉得赚了钱 就应该发别人红包 那我不知道你刚刚刚那是那种 是大了吗 还是 还算是大吧 可以 可以预算好吗 我没有预算这个东西 就是 就没有特别去预算它 对 很辛苦 看感觉吧 我也不知道看什么 嗯 那你现在就是 就是小的时候就收到红包 你小的时候你家人就是 就是发你的红包 会说哎呀 小剧呀 那还给你把红包收起来啊 还是会就是交给你自己来 就是 生命啊 嗯 嗯 好像我跟我妈共同吧 就是我妈也不会 也不会磕磕我的红 那个压岁钱 然后 我们就一起知道放在 就是一起存起来的那种 就是它也不会 好像跟我没收掉 或者是说我 自己在那儿瞎用 反正就是 我会 我也会自己存起来 但我妈也知道那种 嗯 但你也不是那种会乱用 我们两岁钱的 不会 不会 那你自己存起来 你是要干嘛 其实到现在也不知道 那些钱干嘛 也是不是被我妈真的可口走了 对 但是就真的忘了那些钱去哪里了 也是太多了 对 就真的也不知道去哪了 真不知道去哪了 来的话我们拿 没给你来 太用了 那因为平时嘛 就是可能让我们 像一儿童来 就会录一些更新的 然后起床呢 什么的 今年我们一起来 有一个不一样的玩法 想不晓得能不能用 严肃一点的语气 来激励一下自己的本次新年 新的一年了 希望大家能够早睡早起 对 一定要早睡早起 你知道 三餐一定要正常 一定要吃早餐 一定要吃早餐 一定要吃五股杂粮 这就是妈跟我说的 就是 就是主食很重要 然后呢 少喝奶茶 警醒各位年轻人 对 也警醒我自己 对 我也许做不到 所以要警醒一下大家 以及自己 对 然后呢 嗯 少吃垃圾食品 多吃一点蔬菜 对 然后呢 大家少玩手机 多看看绿色 对 对 视力好 对 大概这样吧 已经够啰嗦了 我能说很多 但是有点太啰嗦了 算了 好 接下来几个客户派单 第一小问题 有没有一件事情 是你小时候里的人 是这样的 长大后发现 其实根本就不会这样 哦 小时候 我一直以为新闻联播的时候 那个人 就是那个主持人 真的在对着我讲话 所以我每次就是很端正的 坐在新 电视机前 我就这样看着他 我真的觉得他在跟我讲话 所以我很紧张 我就这样 就端坐着 那后来发现 那是电视 对 而且现在其实有十亿跟你一样的观众 对 我以前真的觉得他就是对我说 因为他太板正了 就是他盯着镜头 就像盯着我一样 我就坐在那看他讲话 后来才发现 嗯 也不是那样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 是这样的 应该就是我问过我妈之后 我妈就告诉我 不是那样的 我就知道你为什么 你的钱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对 对 好 那有没有就是 你在小时候吹过的牛鸡 现在真的变成事实了 嗯 嗯 当明星 哈哈哈哈 也许吹过这样 应该有吧 就是小时候大家都有什么梦想 什么科学家 就是我都梦想过 什么科学家啊 律师啊 因为以前不知道为什么 看了某部电视剧吧 就觉得律师穿得很帅 就女生 应该是 然后后来也想当歌手 然后就变啪一堆 应该总有一个实现了 嗯 所以就是小时候吹牛皮 其实可以多吹一点 对 总能猜中一个 你知道 那春节回家 如果妈问你了 哎 那个小时候你能够解释一下 什么是女友粉 什么是妈妈粉 你就怎么跟她解释 妈妈粉就是可能 妈妈粉 更加关心你穿的暖不暖 对 就是像老母亲一样的 关心你 对 就像我刚刚那一堆 你知道劈里啪里有的没的 对 你就是应该是妈妈 你女友粉 你女友粉 你女友粉是我是女友 女友粉 我 你比如说你是偶像 我是你的女友粉 是我把你当 我的男友 就是我是女友的身份 代入 那对你来说应该是男友粉 我应该没有吧 我应该没有吧 我应该没有这样的存在吧 你是女友粉 女友粉 就是 不太确定这个定位 我现在有点晕 就是年轻人很多 现在冬天都不爱穿秋裤 昨天回家了 妈妈就说你不穿秋裤 你冷 你如何告诉妈妈 你真的不冷 冷也不穿 你为什么要穿秋裤 他会有很多 你能够穿秋裤 你看 他不是我又要穿秋裤 你穿秋裤 你穿秋裤 你为什么要穿秋裤 你穿秋裤 所以他穿秋裤 也就不说了 她知道也没有意义 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 女孩子们一说到过年了 就哎 过年了 怎么办 我要弄个睫毛 然后弄个指甲 什么穿件套 你过年有没有这样的穿件套 我们一般就是过年 或假期的时候 才是真儿八截 什么都不想干的时候 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平时比如说 要什么活动啊什么的 其实都已经干了很多了 所以一到假期我们反而就不想导致自己 所以就跟以前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就以前很就是以前什么放假 跟同学一起去逛街啊 就很来导致自己你知道打扮打扮 拍拍亮亮的 但现在一休息根本不想 觉得够了 平时已经营业够了 就很想放松一下自己 对想下班 那就是还有一些网友吗 就是过年回家就比如说 第一天妈妈好亲啊 宝宝回来了 然后过节日开始闲 所以突然把它跟出去 你在家大概在几天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我不会 我妈是一个很神奇的人 就我妈真的对我特别好 就是完全以我为主 就是你想吃什么她就一定会去给你买 而且我妈是属于那种 只要我在家待着她就不好意思出门 她是不好意思哦她觉得 就觉得我一个人在家里 就好像很可怜的样子 其实我也没有很可怜 我蛮想她出去玩的 她就觉得她不能出去 她就觉得我在家她就不觉得在家 嗯嗯嗯嗯 其实我没必要 处理了啊 对 好那最后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就是新的一年 数年里的一些小小的愿望 可以不是很宏大的 就可能很简单的 想去的先有一个假期吧 嗯想要一个可以去旅游的假期 嗯嗯嗯 对 现目前此时此刻 想要一个这样的小小的愿望 那会不会小时候写考试卷的时候 别人都做几道选择题了 你名字还没写完 没说了 太惨了 十惨你 你这个真的要在家里 嗯 嗯 你这个 对 那种必要的 等会一下 你这种必要的 我这个必要的 你这个必要的 你这种必要的 你这个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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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开照吧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开照 只能变什么 哈哈 谢谢一点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